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丧失斗志 在同一件事情上 有人将它当成向上的垫脚石 而有人却把它当作无法翻越的高山 有很多时候决定你人生上线的 往往不是你的能力 而是你做人做事的格局 一个人的视野有多高 那么他就会获得什么层次的回报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真正优秀的人都在做这十件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网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当别人都在一步步向成功迈进 而你却碌碌无为时 你该怎么办 一个高赞回答说 与其临冤陷佻余 不如退而结往 与其彷徨焦虑沮丧 都不如行动起来 做出改变 当你不知从哪里出发时 不妨先从这些事开始 一是掌握稀缺技能 打造一技之长 有人说 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是做别人做不了 或者不愿做的事情 一种是把人人都能做的事情 做到顶尖 这个时代最好的铁饭碗 是你的不可替代性 我读小学时 学校门口有个白小摊 卖炸货的阿姨 炸货味道好 生意很红火 每次老师在课堂上 批评学习不认真的同学 都会拿阿姨做反面例子 你们不好好学习 以后就只能去学校门口 卖炸货 买炸货时和阿姨聊天得知 她的确大字不识一个 白天在工厂打工 下班了就去卖炸货 增加一点收入 为了掌握怎样炸出的食物更好吃 她精确地控制着酱料的分量 油炸的火候与时间 成为学校门口这么多家小摊 食物最好吃的一家 几年过去 阿姨的炸货摊 先是变成一家小小的炸货店 后来在别的街上也开了分店 阿姨变成老板娘 再也不用亲自卖炸货 而当年 看不起炸货阿姨的老师 因为教育体制改革 没有考上编制的她 被学校辞退 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提升能力 打磨专业 拥有一技之长 掌握稀缺技能 是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 二是先处理情绪 再处理事情 浴室只会发泄情绪 是无能的表现 情绪处理不好 事情只会更糟糕 真正厉害的人 浴室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保持冷静和理性 一个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就像流水 怎样都无法照应出 自己真实的心境 而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才可以心如止水 内心充实而强大 有一天 著名作家哈里斯 跟她的朋友 一起去买报纸的时候 朋友礼貌地和摊贩 说了声谢谢 但摊贩冷脸相对 一言不发 哈里斯问 摊贩的态度这么差 你为什么还要和她说谢谢 朋友则说 我经常来这里买报纸 而她每天都是这样 但我为什么 要因为她的态度 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呢 别人说话的态度差 或许是她一贯的习惯 或许是她心情不好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 因为她 而弄坏自己的心情 圣言法师说 有德既是福 无称既是无祸 心宽瘦自言 量大 质自欲 有情绪是本能 能控制情绪 才是本事 一个人只有能很好的控制情绪 才能控制人生 三是学会独立思考 如今我们接受信息的途径 快捷又庞杂 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好的坏的信息 有一个让人震惊的例子 今年三月份 网上有一条 声讨中学食堂的帖子 帖子配图触目惊心 反复冷冻的僵尸肉 发霉的蔬菜 会褪色的紫米 家长愤慨悲痛的一词一句 都砸在网友的心上 当时绝大多数网友 只扫到一句话 就气得义愤填膺 恨不得连连转发 狠狠曝光 这所无良学校 但是在监管部门的调查介入下 事情发生了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转机 原来整件事件 是学生家长为激起民愤 专门做好的局罢了 所谓的图片证据 也不过是虚张声势 家长还用未融化的冰 假扮黴菌 用咖喱粉 充当给鸡块染色的硫磺 微博文字也是漏洞百出 冷冻是合理的保鲜手段 不影响营养价值 正常的紫米内含花青素 原本就会褪色 只要放大图片仔细辨认 或是查找相关食品营养常识 便能发现端腻 但绝大多数人 直接扔掉了自己的大脑 跟着大部队一路狂奔 任由这个世界的信息 来蚕食自己 不会独立思考 这一点 人们即使意识到了 也仍会食随之味 就像上瘾一样 无法摆脱 我们需要时刻 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人云亦云 当大家的脑海 都同时浮现出一个创意时 这个创意就毫无价值了 真正有价值的想法 往往是独一无二的 四是坚持多做 不喜欢但应该做的事 人都是贪图安逸的 但若能走出舒适圈 勇敢挑战 不那么容易 却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一种成长和蜕变 人生说到底 就是不断解决一个个难题 然后逐渐变得强大的过程 坚持一些有难度的 但对未来有益处的事情 总有一天 你会焕然一新 五是凡事先明确目标 再行动 比起着急赶路 最重要的是 先准备好充足的口粮 制定好合理的计划 无论任何时候 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先明确目标以后 再出发 有目标的人 走得再慢 也是进步 徘徊不前的人 起步再早 也是徒劳 六是要学会独处 有人说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想要从忙乱的生活中 解脱出来 就必须要学会 享受独处的时光 独处可以让你真正 走进自己的内心 找到最真实的自我 独处也是一个人 最好的增值期 七是丢掉玻璃心 你未来的样子 藏在现在的坚持里 一时的困境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遭遇困难时 首先想到的不是面对 而是逃避 很多时候击败我们的 不是困难本身 而是我们敏感脆弱的玻璃心 而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法就是 丢掉玻璃心 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强大 八是减少依赖 自立自强 人生路上时常会有风雨 把人生的期待 完全托付在他人身上 终究是不牢靠的 很多路终究要自己走过 所以不要过分依赖别人 无论什么时候 都请学会自己撑伞 一个人 活成一支队伍 自己做自己的依靠 九是坚持每天学习 一个人要走在时代前列 并非易事 但被时代淘汰 却要容易得多 所以请记得每天 留出一定时间自我充电 不断学习新事物 唯有时刻保持警觉 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们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时事始终心怀希望 如果想要成为更好的人 就不要害怕失败 人生本就是一个 不断尝试和体验的过程 挫折背后 可能藏着一个更强大的你 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 在时光的流转下 终究都变成了过眼云烟 人生路上跌倒了 爬起来继续前行 总有抵达成功彼岸的可能 自我提升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就不妨 先从这些小事做起 愿我们都能 坚持努力 一生向前 不断成就更好的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一会儿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